本周低月,宋公文反目成仇!来听范仙女歌颂姊妹情! 零售业有句俗话说三雄四绝,指的是农历新年之后到母亲接荡期消费的平淡周期,娱乐圈子段时间也是这样,不过,在平淡无奇的时节却突然冒出一个仙女宋公文大赛,说的是张韶涵和范伟奇这对曾是姊妹逃后来反目的旧文。 但却演变成穿越补金的宫斗大戏,搞到后来会不会大家都忘了,他们今生还有个歌手的身份? 张韶涵和范伟奇的起点该从,如果的是,开始,这首歌出现后,瞬间成为女同志的国歌,地位至今仍难判动, 听听歌词里的写的我不敢去证实,爱你两个字,不是对自己矜持,也不是讽刺,别人都在说我其实很无知,这样的感情被认定很放肆,巧妙地描述了不对认可的爱情,在深处的情感暗用,感动了不少在还没勇气去爱的女孩们。 范伟奇的音乐除了她爱挂在嘴边的正能量外,歌颂友情也是一大部分,像是,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,唱出不同特质友情间的巧妙安排, 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,谁知后来关系这么密切,多是和在跟姊妹讨吵架后点播的一首歌。 看完整内容延伸阅读文章韶韩表情将范伟奇,无聊的事就让她放下,本周一月,看电影听录广众,五月天新歌,专辑再等等,KKBOX周榜,毕书进新歌肃情商。 张韩韩,蔡依林,华晨宇现场演唱版本嗨爆。